孩子们爷爷回来了 看看我捡回了一个什么宝贝 大娃先跑过来了对爷爷说 爷爷爷爷这不是宝贝 这不就是一个球吗 大娃你不相信是不是 你如果想要什么东西 我可以让它给你变出来 真的吗爷爷 大娃半信半疑 那我想让它给我变出 彩虹糖可以吗 可以的孩子 你是不是想吃糖豆了 对呀对呀爷爷 赶快让它变吧 爷爷拿出了一个碗 把宝贝球放在了碗里 那我们下面打开 看看这个宝贝球 能不能变出大娃所有的糖豆呢 这是什么呀 原来是两个叮当猫玩具蛋 爷爷你骗人 你不说它能变出糖豆吗 可是这怎么是玩具蛋呢 哈哈大娃你把它打开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大娃虽然不相信 可是还是拿出了盘子 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糖豆呢 万一有糖豆 撒到地上怎么办呢 啊说着说着 里面就倒出来了糖豆 啊真的有糖豆 我们来倒这个蓝色的 很多的糖豆 真想我可以糖豆吃了 爷爷 这时候呢 其他的葫芦娃看到大娃的愿望实现了 也都过来围住这个宝贝球 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孩子们都别着急 我们一个一个来 那首先让七娃来吧 哇七娃太开心了 想了想进去要什么呢 那就来一个机器人吧 我们来看一看 能不能出来七娃想要的机器人呢 啊真的是一个机器人哦 接下来是我们的三娃 黄娃咯 黄娃想要什么呢 爷爷爷爷爷 我想要吃一个冰激凌可以吗 天气这么热 我真的太想吃冰激凌了 那我们便便看吧 相信这一个宝贝一定会满足你的 啊真的出来了一个冰激凌哦 还是蓝莓口味的 黄娃得到了他的冰激凌 那我们的橙娃三娃想要什么呢 三娃想了一想 那这么热的天 黄娃都吃冰激凌 那我就来一块西瓜怎么样呢 好的孩子们 你们的想法都不错 我相信这个宝贝一定会变出西瓜的 我们打开看看吧 啊真的有一片西瓜哦 而且还是切好的 我们把这个非常美味的西瓜送给二娃 可是橙娃接过西瓜以后 说了一句 不爷爷 这西瓜是送给你的 可是孩子 你把西瓜送给我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的爷爷 我可以吃大娃的糖豆呀 你看它有那么多糖豆 这样吧 我们让这个宝贝再变一次 看它会变出了什么就归你好不好 好呀好呀 谢谢爷爷 好我们现在打开 看看里面会变出什么呢 哇原来是一个玩具 吊车玩具 大大的钩子 这样以后 我们如果有太大的东西 搬不动 就可以用它来帮忙了 这样呢 橙娃既有玩具 用三个玩具 可以 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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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